你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吴亦林 土耳其边城雷伊汉勒累计接纳了12万躲避内战的叙利尔难民 这里有将近九成的人居无定所 妇女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 孩童也无法接受教育 为了辅助边境难民 台湾雷伊汉勒世界公民中心 开办音乐 阿拉伯语和妇女编制课程 启用一周年已经吸引不少妇女加入生产店 台湾中心执行长邱振宇更预告 接下来第二期工程预计明年春季完工 相关计划渴望加速推动 加拿大风树绽放嫩叶 一模模绿意 枝头盎然 这里是土耳其与叙利亚边境 台湾雷伊汉勒世界公民中心 建筑主体去年十月完工启用后 辅助叙利亚难民和土耳其居民生活 促进社区族群融合 bu vesileyle Tayvan halkına Reyhanlı'dan barış, refah ve esenlikler diliyorum 台湾中心日前举办 落成周年庆祝活动 土耳其中文学校校长张嘉兰 助教黄兴曼等 带领台湾学生一起来到丁寂 以认识正体汉字的活动 与热情奔放的土耳其和叙利亚儿童互动 而晚会上西北高加索民族切尔克斯人 带来传统古道 叙利亚和土耳其乐团也接力演出 一旁的叙利亚妇女难得有机会参加音乐会 即使一身黑帐袍 脸上蒙着妮卡布 也不忘跟着哼唱 叙利亚冲突持续超过十年 过去几年来编程雷伊汉勒 已累计接纳十二万躲避内战的叙利亚人 这里将近九成的人居无定所 妇女没有稳定工作收入 孩童也无法接受教育 对于收容大批难民的土耳其而言 中长期的安置成为重要课题 而台湾中心的诞生就是希望能协助难民庇护 学习一技之长 进而改善生活 台湾中心执行长求正宇也表示 目前已和许多国际人道救援组织洽谈 未来渴望有更多国际单会进驻 让台湾中心能成为一个跨国的平台 他更预告第二期工程 预计明年春季完工 接下来台湾中心在三个月之内 会完成第二期工程 也就是说52个单元将会全部启用 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用了五个单元 但是已经有350妇女加入我们的生产链 台湾中心的任务就是给这些妇女 一个稳定的持久的工作机会 这样小朋友才能上得了学 吃得了半 随着台湾中心落成 辅助的妇女越来越多 想要共推计划的国际机构 也一个比一个名声赏亮 让求正宇感到不可思议 目前台湾中心也举办艺人活动 甚至播放一有如意其文和阿拉伯字幕的台湾电影 台湾人齐心对8000里外的世界角落伸出人手 不仅为叙利亚难民竭尽心力 也连结了台湾与土耳期间的多元关系 更期许世界能看见台湾 中央社记者何鸿如雷一汉的报道 曾经是南韩首尔观光圣地的民洞 受到疫情冲击 商圈人气消散 向来以废弃建筑再生为名的网红连锁咖啡店 决定前进民洞开设分店 除了规划挑战全新建筑 更计划透过多样幻化餐饮品牌的合作 打造融合在地特色的复合式咖啡店 也希望有助民洞在线风华 过往因为寒流兴起带动南韩的观光商机 首尔市中心的民洞更是游客朝圣的指标区域 但在COVID-19疫情冲击下 最先倒下的也是民洞 不愿让过往闪耀光芒的文化时尚地标 就此沉寂 在南韩以废弃建筑再生文明的 连锁网红咖啡店业者 决定进驻民洞点燃人气 希望透过与多样文化 餐饮服务品牌的合作 让民洞的地方性与商圈再次复活 现在明洞是很死败的 所以有几年前的疫情 在明洞里面的疫情 我会成为明洞里面的灯 我会在那里面的灯 化妆和那间的较不证明洞 我会在港区的包装 在港区的外面的灯 我会在港区的代表 隐藏旅明洞里面的灯 很像是非常相似的 这间网红咖啡店 在南韩年轻族群中拥有高知名度 其中一号分店所在地圣水洞 因近年来艺术与设计工作者 进驻当地老旧工厂 融合成独特人文气息 故被称为首尔的布鲁克林 分店设计也结合了 当地相互交流的氛围 打造如家中客厅一般的空间感受 另外像是安国点 则是着重传统寒污的特色 尽管加入了部分现代化桌椅 调整空间高度 仍完整呈现出老屋的规划美感 如今业者选择来到明洞 将如何透过建筑设计 重现当地风华 令各界相当期待 现在明洞是 一些文化的年轻人 没有找到明洞 因为明洞是 观光客 业者透露 未来针对明洞店 目标将挑战打造一座高7层楼梯 的全新建筑 除了咖啡店还提供夜廊 旅馆及酒吧等复合式服务 和提供消费者专属于 民洞的新文化感受 中央社记者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我有送过报纸 突然发现我有点路痴 不行 后来有 后来想说 仓库管理不错 发现看 我数学也不行 然后遇到盘点 我就不想 不行 我不要做 基本上超过50岁 已经没有故事了 看所有的创作的历程 超过50岁就没有故事了 你也不敢乱搞 为什么 所以你很喜欢那种 受虐的感觉 我怎么受虐 你不能说是 享受一些孤独的感觉 影坛盛世金马奖周末即将登场 掀起一股华语片热潮 文化部国际影音串流平台台台湾Plus 在金马奖前夕也举办线上演展 选拨十部台湾电影 包括国际民导李安1990年代的推手 喜宴和饮食男女 三部探讨家庭关系的作品 还有可以摆片时期的 台语片经典 向全球观众展现台湾电影 一路走来的创作量能和创作自由 分享台湾的多元价值 一二三 开 文化部国际影音串流平台台台湾Plus 向全球分享台湾文化和价值 最近和国家电影及影视文化中心合作 首度举办台湾Plus线上影展 精选十部独具台湾特色的电影 和自制原创短片 即刻起到年底线上播放 带全球观众从电影认识台湾 借由电影去给到全世界的关心台湾的朋友们 台湾Plus 那个Plus到底有什么用意 就是台湾加上什么 所以今天呢我们是台湾加上电影 那我们未来希望还有一些是台湾加上音乐 台湾加上食物 台湾加上 这里面还有风情 风土人情 打开影展片单 十部作品展现台湾电影 一路走来的创作量能和创作自由 如果想要知道台湾的知名导演的作品 李安当然是最好的一个行销 所以他的三部曲 从最早的推手 喜宴照到饮食男女 刚好就是他在台湾的资金赞助底下 所选择的台湾题材的一个论述 那早期的武侠电影中 你看见了三丰镇武林 你可以看见在 从戏曲年代跨境到 当代化的一个转变的过程中 台语电影曾经有过的一些 生命力的一个重新注解 影战还收录金马奖最佳导演 钟孟宏两部剧情长片 《诗魂》和《第四章话》 纪录片日常对话 探讨子女和同志母亲的亲子关系 属电影的人 呈现电影胶卷典藏和修复的过程 看见台湾在维护电影资产上 已经做出的成果和继续努力的空间 透过台湾Plus的一个频道推出 我相信它将来会有更多更多 类似的主题影展 我们可以把故事讲得更轻快 讲了故事讲得更多元 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的片故底下 我们厨厂有至少18800部的 过去的电影 里面有多少的排列组合 有多少的梦幻期待的故事 其实我们很乐意 跟全世界共同来分享 影展推出 《阵逢金马奖》即将登场 搭上热潮也推出 《金马冷知识》动画 和四部以追寻电影梦 为主题的自制短影片 向金马奖致敬 中央设计者洪黄军王英文 台北报道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510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